健康通行证是现在大多数国家防疫以及鼓励民众接种疫苗的重要一环 意大利这个欧洲第一个疫情大爆发的国家也不例外 那之前他们是规定民众在进入博物馆体育活动或者餐厅时必须要出示健康通行证 但是如今这项措施是扩大到了工作领域上 从来临的星期五十五号开始 所有人上班的时候都必须要出示健康通行证 来证明自己是已经接种疫苗了 或者说近期他们的筛检结果成阴性的报告 如果员工没有办法出示任何证明健康的报告 将会面临停止以及罚款的风险 不过政府的这项规定就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有上万的罗马民众在昨天上街示威期间还爆发了警民冲突 上万意大利民众星期六聚集在罗马人民广场 反对政府颁布的新防疫措施 强制人们上班时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 从高处往下看现场人潮汹涌 示威者们一边高举着意大利国旗 一边大声喊着拒绝健康通行证 也有民众高举各种横幅级步调表达心中不满 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 示威者聚集在意大利总理德拉奇办公室外 还都爆发警民冲突 防爆警察向民众发射水炮和催泪弹 驱赶示威者场面混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沿逊 沿逊